所以在轮回中 也可以叫做灵魂 它不会消灭掉 它带着一生的经验 一生的观点 观念 观点 经验 然后再到下一期生命去 就像大家今天来这里听课 无论你前面学了什么 听了什么 你来到这里 坐在这里的时候 你首先带着你的观念 带着你的经验 带着你的习惯 你坐在这里 听完课以后呢 又增加了一些观念 增加了一些习惯 我们每天拜佛打坐 又把自己的行为习惯 又开始改变 所以过去的一切 都带着经验和观点来的 我们轮回的最初来到这个世界 也是带着过去生的经验来的 那么这个阿拉耶识 带过来的时候 到了这期生命 我们才把我们的这个地水火风 四大 设为自己的身体 一旦结合成身体了 他们两个精神和物质 聚集在一起 叫五蕴聚合 就是互动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互动的状况里呢 实际上 彼此都有影响 叫静有心声 心水静转 互相的影响 互相的作用 静有心声 首先我们来做人 这一期生命来做人 是由我们的心 觉得人是正常的 什么叫人是正常的 人他具有苦乐好坏 爱恨情仇 有亲有怨 有亲人 有冤家 有亲有书 有近有远 所以我们觉得 有苦有乐是正常的 只要你这个观念存在 你就会做人 如果你觉得人就是苦 你就是仇恨 就要报仇 你就是到地狱去 如果你心里想到 人其实不应该痛苦 人应该充满快乐 充满安详 遇到任何事情 都要巴风吹不动 这个时候 你就到天上去了 就不会在人间 因为纯粹的快乐 只有天上 人间是苦乐参半 所以我们最初 带着这个业 就是静有心声 人世间 是早就在这里了 但是我们的心 跟人世间的这个状况相应 所以我们也投胎来做了人 那我们现在人在这里 人的世界是这样 那天人的世界呢 在天上跟我们世界不一样 如果你的内心 天天想到的是天人一样的境界 那死的时候呢 就那个天人的境界 由你的心又生出来了 所以一旦生出来以后 我们一旦做了人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生活环境 又影响了我们的心情 你看从小 父母亲教育我们 学校教育我们 然后这个社会 各种环境 各种工作 各种朋友 亲戚 他们的思想言行 都不停的来 影响我们 那今天大家来这里听课呢 是让我们佛法 也影响大家 就是这个境是由心生出来的 今天你来这里 是你心 你自己的心要来 你心想 想来这里 那心来这里 这里这个境就出现了 所以你的心 创造了这个境 那来到这个境以后呢 你的内心又受这个境影响 就这样子 在无尽的轮回中 一期一期的转换下去 所以心和物两个 就变得不相分离 那么我们这期的生命 怎样把这个心 和这个境运用好 除了身体 需要按照科学的方法 跟我们思想上的一些信仰 健康起来 那么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呢 也告诉我们 非常好的三个方面 要结合起来 从哪里下手 就是大学里面讲的 要正心 诚意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你看 心 意 生 这三则是自己 心和意 是我们的思想 身体 是我们的身体 是物质 然后还有家庭 比身体 这个单位 大一点的是家庭 比家庭再大的呢 是社会 是国家 那这比国家 再大的 就是天下 就是内在的身心 外在的世界 它从一 贯穿 在整个 宇宙万物当中 所以这个大学 所讲的这个道理 跟 儒家 道家 所讲的 宇宙万物 本为同体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道家也讲 无极生太极 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四项 四项生八卦 八卦言六十四遥 也就是 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无生有 有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就是一切万物 归根结底 是从无而来 但这个无在哪里呢 无就是 讲彻底一点 就是无言而 鼻舍生意 无舍生相位出发 无言见乃至无义世界 无无名 亦无无名 尽乃至无劳师 亦无劳师 尽无苦即灭 到无知亦无德 以无所得雇 这个无 就是万物从无而来 无 生于有 当然这个 易经 或者说道家所讲的 他的这个无 还仅仅是达到了 无名的状态 还是没有达到 心经里面讲的 无言而鼻舍生意 无舍生相位出发 那么从无到有 有了以后就有心 有了心就有物 有了物 物就对我们产生影响 所以 想把这一期的生命运用好 你要从内在的心 开始下手 从身体开始努力 从家庭开始改善 从国家 整个大的环境 开始建设 才能够把我们身心世界 全部做好 但是老子告诉我们一句话说 我身也有牙 我身也有牙 我知也无牙 以有牙之身 就无牙之之 待遗 就我的人生啊 几十年 是很有限的 牙就是天牙 就是边际 人生是有限的 是几十年观音而已 而我的知识呢 我外在的世界呢 是无限的 用我有限的几十年观音 想去了解外在这么大的一个世界 哎呦 太危险了 这是不可能的 用他的观念是不可能的 达不到的 你没有办法了解外在的宇宙万物 所以他说 当然 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 大部分的人 他的眼光 生活的环境 追求的物质 追求的境界 基本上 都只是满足了 我的眼睛 我的耳朵 我的鼻子 我的舌头 我的身体 还有我思想上的快乐 就眼耳鼻舌生意 这六根 满足你六根的需求 好像就几十年 就这么混混混就过去了 对六根以内 我生命的内在本质在哪里 不知道 对我六根以外 六成的世界 到底 边界在哪里 不知道 我有很多人 几十年下来 比如说 我们人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每个人都喜欢美 喜欢漂亮 喜欢打扮 到底什么样才是真正的漂亮 没有一个标准 我有一次问我师父 我说师父啊 这个我看佛像啊 很多佛像都不一样的 到底佛是什么像啊 长什么样子的 你们看这个佛像 每个佛像都不一样啊 每个寺庙 说的都不一样 每个朝代都不一样 我师父跟我说 你心中觉得最美的那个 就是你的佛像 我觉得有道理了 因为佛本来 是无像的 是要远离一切像 因为足一切像 只要足在那里 就有他的局限 你喜欢胖的人 那也就有人喜欢瘦的 胖 胖到最后呢 神没疲劳了 就瘦得漂亮 要苗条了 苗条 苗条久了以后呢 神没疲劳了 还是胖得漂亮 所以不是外在的物质不漂亮 是你欣赏物质的人有问题 是我们自己那个尺寸有问题 人常常拿不同的尺寸 来衡量这个世界 比如说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 对别人的要求都很严格的 对自己的要求总是原谅自己 别人讲话声音大一点 你马上会说 你声音轻一点嘛 不要太吵嘛 别人说 你不要吵 你想想 我没吵 我是在说你啊 就是你总会把那个标准拿给别人 很难去衡量自己 但是呢 我们在生活中 往往是寸有所长 持有所短 你再大的本事 有比你本事更大的人 你也不要骄傲自满 你再没本事 还有人比你更差的人 你也不要难过 就是一寸 比半寸来说 它就有长 它比半寸就长 一尺 你比两尺来说 你还是短的 所以世间不是事物不美 是事物都很美 但是被我们拿着 有问题的尺寸来衡量 变得不美了 你看很多画家 很多的这个雕塑家 在历史上 所有的雕塑 让人感觉到美的 到最后呢 总是有它反方向的美 产生的 你说大声音好 声音洪亮就好 就有人说 讲话就要轻轻的好 温柔的好 为什么 因为神美会疲劳 那么外在的这个世界 大到无边无际 我们无从下手 内在的世界又不知道 但是古人呢 给我们一个指导 就是方寸之中 最为光耀 什么叫方寸之中 就我们心头一巴掌地 图画 我们温州人图画说 三流一部戒地 就心头一巴掌地 你自己的良心 这叫方寸之中 这一方寸之中啊 是最重要 最好把握的地方 那么按照大学的教导 就是你要先 先要正心 什么叫正心 心中无邪 正而不邪 心中无邪 就是正心 邪是什么 邪就是伤害 但你内心 产生了伤害的念头 你已经在伤害你的身体 伤害你的家庭 伤害你的国家 伤害你的社会 心中无邪 那心中无伤害 我们不要说 我痛苦我自己 在管你什么事啊 你痛苦了自己 你痛苦多了 把痛苦的这个分量 把这个磁场 把这个波放出来 你就会伤害别人 一家人 最清楚了 如果你内心痛苦 每天愁眉苦脸 你说别人看见你 家里人心情会多难受 即便你在大街上 愁眉苦脸的 在那找路 旁边人看见了 心里也不舒服 就是你无形的 你无形的把痛苦的伤害 垃圾 污染 放出去了 所以 正心 难度是有的 但是 人的与生俱来 心应该是有正的 因为我们 无论 轮回了多久 我们本具的真心和佛性 从来没有离开我们 反过来说 我生起的烦恼 妄想 颠倒 执着 甚至是 杀生 偷盗 邪淫 妄语 甚至是遭了地狱 恶鬼 这个五逆十恶 种种罪业 所有的行为 他都伴随着我们的真心 同时生起 实话真假的 就是我们哪怕在做梦 梦境完全是假的 那是不是 完全只需物有呢 不是 梦境是根据我们的经验 阿拉耶士里面 种子里面的图像 翻出来的 所以即便是梦境 也不全是假的 也有他的真实的部分 他跟真心 没有离开 但是在梦境的那种执着 却是假的 生活 我们生活当中的情绪 是非好坏 是真的 是假的 很多时候 也是假的 这以前有一位 高立国的大师 叫袁晓圣师 他是一个国王的太子 看到国家之间的这种 国内的这种战争 争夺权力的战争 民不聊生 他心里就非常的难过 想到我们中国来学习佛法 解决众生的痛苦 在藏争年代 他是 因为他是身份特殊 是所谓国王的太子 他就连夜逃跑 跑得尖疲力尽 在一个深山里面的月光下 他看到了前面有一堂水 跑得饥渴 交迫 所以看到这个水 他马上口渴的不行 马上就喝了这个水 这个水在月光的照耀下 非常清凉 清澈 他喝完以后 很甜 很舒服 然后他休息一会 躺了就睡着了 等他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 他某人发现 旁边是一大堆的尸体 是尸体流下来的浓血 被他喝了 哇 那个恶心啊 受不了了 在那里拼命吐 但在吐的恶心的过程中 他总想起来 昨天晚上喝的那么甜 那么美 那么清凉的泉水 怎么居然是浓血 他马上就悟到了 原来世间一切万物 都被自己的眼睛骗了 所以他就 当时啊 他说就不去求法 回去好好休息 后来他住了金刚三昧经 非常著名 那么在我们生活中呢 我们心里仇恨一个人 讨厌一个人 或者爱一个人 喜欢一个人 执着的不得了 好像有一点不如意 有一点什么事情 有什么毛病 就牵动着你的心 翻江倒海 难以置办 实际上 这背后 都是强烈的固执导致 它确实让你感觉到 非常真实 但事实上 确实有很大的成分 是心灵的投影 是我们内心 给自己下的结论 那么如果 如果想让我们的心 跟整个世界 变得更加美好 想把这期宝贵的生命 运用好 首先你在内心的这一寸地 要把它保护好 正心 就是 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没有想到跟别人交往的时候 你的心 不要升起 伤害的内容 也就是说 你一个人在那里 在房间也好 找路也好 没有想到跟人交往 没有想到做事情 这个时候 你让这颗心 保持它 最原本的状态 这叫正心 所以需要通过修行 如果我们没有方法 可能坐在那里 静坐坐在那里 哎呀 好像见不了 这个新的状态 甚至有些人呢 在一个人堵出的时候 还想种种方法 想去伤害别人 那实际上都是 帮石头砸自己的脚 表面上你可能 阴谋得逞 但是背后 你的生命 你的世界 却被自己破坏掉了 当我们内心的这个正心 如果保持住了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当你站起来 你要出去 你要做事情了 他你要需要诚意 所以正心和诚意啊 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诚意是与人交往 与事物交往 正心是跟自己交往 跟自己交往 你要正面对自己 让自己像那个 苏东坡的诗里面写的 起手天中天 豪观照大千 八风吹不动 端坐紫金莲 就是你一个人在那里 就像在莲花里面 让自己感觉到清香 温暖 没有伤害 无灾无难 因为心本身 是不受伤害的 就是一个人在的时候 或者说 跟别人没有交往的时候 你面对自己 跟自己要好好的相处 有些人几十年 把这个宝贵的生命弄到手 获得了一个生命 然后不懂得运用这个生命 把自己一个人 跟自己都不会相处 制造麻烦 自己跟自己制造痛苦 制造压力 有些人 一个人也会在那里 这个空虚的无聊了 所以呢 就产生了一种厌世的情景 就厌恶这个世间 或者是自闭 关闭自己 把自己关闭在某一种情景当中 其实都是错的 就是第一个需要做的事情 是让他学会独处 小孩子也是一样 我们大人更需要这样 特别是岁数大的老年人 因为子女在外忙碌 没有时间照顾你的时候 你不要老在那想了 这个子女不孝顺 那个子女不听话 或者呢 父母亲岁数大了 当心子女在外 因为社会有很多 这个各种各样的复杂的情形 因为众生凡夫众生啊 都是有烦恼的 又怕子女不听话了 又怕子女这个生意做亏了 又怕子女生病了 又怕子女的这个夫妻家庭 关系不好了 这个长辈父母前一个人在的时候 如果你老当心子女 这样当心那样呢 你就不停的给子女 增加这方面的力量 大家学佛的人一定要记住啊 你在家里不要当心子女 你越当心 你当心他什么 你就实际上你是把子女 引导到那个上面来 比如说你当心子女身体不好 哎呀你要照顾身体啊 你怎么的 你老是当心他身体不好 你就给他不停的增加 坏身体的信念 把你的磁场 把你的坏的波都传播给他了 他有一天总是身体坏掉了 这身体坏了 是你把他想出来的 身体是罪过有多大 你也不要老是想孩子不听话 孙子不听话 读书不好好读 你老想他的不好好读 不好读 你就给他不好好读的那个信念 不停的加 不停的加 加多了以后 哎呦他读书就不好了 正好满你的愿了 那你本来不愿意他不好的 结果是满你的愿 因为你脑子里面 只要想到了东西 他就有力量 所以呢一个人独处 如果有能力 你就保持正心 就是很好的与自己相处 一个人在的时候 那与自己相处是什么 孔老夫子说 圣读 就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你要谨慎 不要随便的给自己内心 增加负担 实际上呢 我们如果不去胡思乱想 一个人坐在那里 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 生命的这种美好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比如说你坐在这里 虽然我们现在是大家一起共处 你可以模仿一下 当自己独处 你现在一个人 正在自己的房间里 别的人都没有在 然后呢 你脑子里面不需要想任何东西 你衣服穿多就穿多 穿少就穿少 你坐着就是坐着 躺着就是躺着 你要怎么样都是自由的 都是当下 心里面没有阴影 没有副作用 也没有不需要想到子女啊 父母啊 什么都不需要想 这个时候 你的身体是最健康的 你的内心也是最健康的 你能感受到 你生命存在的宁静 美丽 这个美丽 不是你打扮出来的 你哪怕是九十岁一百岁 特别是岁数越大的人 她的内心如故像一坛清水 越宁静 你看到她的皮肤 看到她的脸 脸色 看到她的心情 就像透明的一样 特别干净 特别纯净 我见过这样的一些老人 就她岁数越大 她的内心越宁静 我们看那个南怀健先生 她的照片九十多岁 那个头发一头白发 她的皮肤看去是非常的洁净的 我见过这个清定上师 她八十多岁 那手给我们摸摸脸 挂挂点的时候 她的皮肤就跟七八岁的 小孩子的皮肤一样 非常柔软透明 因为她随时学会自己独处 跟自己相处 在自己相处的时候 不要在内心中 跟自己增加任何的负面的内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你可以最直接的进入这种状态 所有的禅修 都让自己最直接的进入内心的世界 其实我们如果不给自己增加麻烦 不要给自己增加烦恼 你一点烦恼都没有 因为心本身 心本无身应尽有 我们心本来就没有生 没有灭的 心本来就是明亮的 心本来就是舒掌的 也没有什么纠结的 但是如果你不会跟自己相处的人 哇 那一个人在那里 东西可多了 当当前顾后 当今受怕 前怕狼 后怕狐 老了怕连棺材里没地方拉死 还有人怕老了以后火化 烧了身体很痛 那都不知道哪里去了 怕自己痛 就是所有的未来 过去都不需要你担心 你当下观察自己的身心 一点力气都不需要花 花一点力气都是多余的 这个时候你能感受到 哇 原来生命是这么宁静 跟虚空一样 跟自然一样 跟一切万物美好的东西 都是一样 有个人说过一句话 他发现世界有很多美好的东西 让别人感觉非常感动 非常喜欢 那么他就说 我希望我也成为一个美好的东西 实际上我们生命的心本来就很美好 我们也要让自己的心 成为一个美好的东西 你当你自己独处的时候 你要体会到 感受到你自己的这种美好 让自己去享受这种美好 这种宁静 因为他不花力气 什么都不需要花 甚至连佛法也不需要 因为佛法讲的就是你的心 当你体会到心的美好的时候 你已经在运用这个佛法了 这是第一点 当然我们有很多的过去生的习气 毛病带来 自己一下子控制不住 这个时候我们却需要通过佛法 让自己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 那么如果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心没有办法那么坦然安住 那我们也可以通过念佛持咒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会念佛的人 也要静静地去体会 真正念佛本身的这种美好 这种宁静 这种不散乱 没有风雨 没有这个暴躁 没有烦恼 要体会这种状态 不要说 哎呀 师父啊 我一念佛心里就烦了 我一念佛妄想就多 我不念佛妄想好像还没有 是你太着急了 太想要得到更多的东西 太想占便宜了 其实不需要占便宜的 你自己就是最便宜的地方 你自己就是最多的 所以正心呢 是自己 诚意呢 难一点点 当然如果你先正了 把正心的态度来对待人 怎么自己一个人 怎么独处的 你也怎么去对待别人 那就很简单了 因为自己的方寸最好把握 我们说你这个人 怎么不知道方寸 不知道方寸的人 就心已经不定了 心不安了 像有些人见到师父 哎呦 这个 话也说不出来的 不知道是激动的 还是紧张的 本来问题一大堆的 见到师父问题也没有了 当然没问题是最好了 师父不用回答 那能为你一激动脑子蒙掉了 那这个也不是什么好现象 因为你把师父 把寺庙 把你所接触的对象 把他无限的放大 想象 想象 想到自己接受不了了 实际上呢 都不需要去想象 当你恢复到你的本来面目 我们每个人跟佛都是一样的 跟佛是平等的 尽管我是凡夫 我凡夫的真心 跟佛的真心 也没有两样 所以呢 当你训练自己一个人独处的 很安详的时候 你用很安详的态度 来对待你身边的人 那所有的人跟你在一起相处 都非常舒服 都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 所以诚意 是从这个振兴来的 就是意识活动了 开始有想法了 有想法 有态度 有表现 心很安那时候呢 他讲的话 他没有浮躁 哪怕讲得很快 别人不觉得着急 讲得很慢 也不觉得有气无力 就心很沉 对待扫地啊 洗衣服啊 煮饭啊 开车啊 都是以这种态度 甚至到办公室去工作啊 你要诚意的去对待这份工作 实际上当你很诚意的对待工作的时候 你的工作就是你生命的享受 所以有一个人说 学佛法就学会了享受人生 如果你不学佛法 你就不懂得享受人生 人生本来很完美 你却以为人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 这个是非人 我在那里害怕 焦虑 但实际上 当你学会了佛法 让自己运用自己的心 来对待你的生活 你的工作的时候 你就发现 你工作每一个步骤 都很美好 都无 无懈可击 都无可挑剔 那个灰尘多一点 你就多少一点 灰尘少一点 你就少打少一点 这个被子叠得整齐一点 也很漂亮 叠得不够整齐 你想叠整齐一点也可以 就是伸缩自如 今天活多干一点 就多干一点 少干一点 就少干一点 所有的事情 你都是以正心去对待 那你的意就会很沉 那么用这种 对事物的态度 来对待人 那人与人之间 就特别好相处 特别是跟家里的人 跟亲人 跟亲人之间的相处 一定是要 能够感受得到 彼此是同一个家庭 是同一的 而不是二的 不是一分为二 现在社会很麻烦 就是家庭夫妻 子女 夫妻之间都要AA字 AA字就是二的 就分开了 你是你的 我是我的 就没有一 那没有一呢 相处的时候 就彼此要提防 要有界限 因为社会的离婚率太高了 怕这个钱放到你那里 你到时候把我吞了 怎么办 这个我要受苦了 所以未来做了很多的想法 设计 但是人本身的这种 安详的感觉没有掉 但实际上呢 也不要紧 哪怕是财产 他管他的 你管你的 按法律的标准去做 但实际上 每一次的相处 也还是可以 以诚心的对待 哪怕我们对客人 对客户 对那些 讨债要债的人 哪怕碰到冤家对头 我们都以诚心诚意 去对待他 有什么问题 就处理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那就好好相处 所以这样呢 当他证心诚意了以后 你对待事物 态度好了 对人际关系处好了 第三个 就是修身 修身 就是我们需要做学问 需要勤劳 需要锻炼 身体 你身体不锻炼 我刚才前面讲过了 身体的健康 是需要我们不停的改造自我 如果不去改造 不去努力呢 因为防腐众生 都有一个惰性 就人自出 性本惰 就我们会容易堕落 比如说 站在那里 站累了 就自然想坐下来 坐着累了 就想躺下去 所以人的本性 是往下堕落的 可能是地心的吸引力 太强大了 所以我们站在那里 会容易累 躺在那里 就不容易累 但实际上 让你躺在那里 躺得太久了 也是不舒服的 所以呢 这个惰性 与身俱来的 要进行改造 也就是说 通过圣贤的教育 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好 有效地 把它利用起来 不要把这一期的生命 这么宝贵的生命 就浪费掉了 这个适当的休息 是更好的工作 更好的生活 不是让我们变成一个 懒猪一样 就什么都不用干 然后在那里 这个能吃能喝能睡 睡到最后 自己稀里糊涂 也容易生烦恼 所以把这个身体 通过知识学问 通过自己的行为 不停地改善自己的作风 这个作风实际上 也是可以从佛教解释 就是你的行为 你的业 业有风 形成一种风气 这叫作风 就身体的行为 习惯 要把它改善过来 那么有句话讲 活到老 学到老 其实最好的修身 就修身养性 中国古人讲 最好的修身 就是要把我们的 这个身体的 劳逸结合的这种劳动 是用来创造 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然后呢 一部分要用来学习 学习是需要花脑子 需要用身体去努力的 那包括我们学佛 你看需要打坐啊 需要拜佛啊 都是通过身体的行为 那在行为上呢 不要杀身 不要偷盗 不要邪淫 不要乱来 身体呢 就不要有乱的行为 让自己的身体找路 有找的像 坐有坐的像 叫坐如钟 行如风 卧如宫 这个立如松 就是坐有坐像 站有站像 这样一个行为 身体习惯了 然后你找到哪里呢 你的身心都是跟健康 跟快乐 跟安详 有联系的 不是没有联系的 当你心正了 心很正的人 待人 很真诚的人 他的行为 他的动作 大家看了都会很舒服 因为他散发出来的是正能量 是一个正确的运用身体的方法 那么当身体的行为 做好了以后呢 接下来就是齐家 齐家就是让家庭能够整齐 有些父母亲 自己在那里看电视 不学习 去打牌 去玩游戏 让孩子去学习 孩子当然不会听话 因为你的家不齐 不整齐 父母亲想 希望子女好 首先你要好 你希望子女要学习 你要不停的学习 希望子女有道德 首先你要道德 希望子女不要骗你 你不要骗你的子女 就是齐家是一家人都要整齐 好的都要一起好 那这样的这个一个家庭 从这个轮回的业力来说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就你进了一家门 一定就是一家人 就是有一家最容易相处的 共业所感的 但是有些人一家人变成冤家了 两个人变成这个互相的对答起来了 是因为两个人用了两个极端的相反的方向 就比如说你很要求别人 却忘记了要求自己 对方也要求别人 不要求自己 这两个人是一样的 都是要求别人的 这一家人肯定和谐不了了 那如果你要求自己要宽容别人 对方也要求自己也宽容别人 你一家人就很好相处 所以两一家人完全不好的一家人 也是共业所感 完全很好的相处的一家人 也是共业所感 那么共业恶的共业 要把它转换为正的 这个共业的时候 这个家才叫齐了 如果是恶的共业 你没有把它改成上的 正心成意的这个共业来 那这个家就不起了 所以家里面还是有痛苦有烦恼 那么这样就通过这个 身体 身心的健康 带动家庭的健康 那么人活在世上 按照我们这个五蕴的这个道理 就是人是不是独立活着 人是一个群居的动物 我们是要必须要一大群人 居住在一起的 那首先生下来我们有父母亲 这个护养着我们 所以在群居的团体里面呢 我们一定要有团体观念 这个团体观念 小到一个村庄 一个单位 一个团体 大到一个国家 再大一点呢 就整个人类 其实真正伟大的 是佛陀的思想 他的这个大的范围 大到众生界 就是九法界的众生 都是有佛性的 都是平等的 九法界的众生 都是需要教育 需要努力 需要改善的 不但好人 需要保护 需要善良 需要改善 就是恶人 他也需要保护 也需要改善 也需要提升 换句话说 恶人更需要提升 提升 更需要改善 那么好人 坏人 这还是六道当中的 善恶两道 九法界的角度来说呢 声闻 圆觉 菩萨 这都是圣人了 他们也同样 需要改善 世间的善人 做人 人中 有些非常善良的 畜生中 也有很善良的 但是因为有了 强烈的我执 习气毛病 各不相同 所以感召了 这样一个身体 局限在身体 环境当中 都是因为 他背后的思想 精神 难以突破 那么如果 当我们正心 诚意之后 通过对自身的 修为 改善 修实上业 然后呢 对内在的 自我意识 这个强烈的我执 进行突破 那得到 阿鲁汉的 解脱境界 因为内在的本质 这个自我 我们所执着的自我 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所以真心是存在的 自我是不存在的 真心是无我的 如果有我 那就不是真心 只是一个妄想 所以通过对 内在自我的感觉 自我的执着的 这种 勘察 观察 超越 突破 那达到解脱的境界 那达到解脱以后呢 我们的真心 可以利益 无数的众生 所以 从事 仅仅从事间的角度 正心 诚意之后 修身 齐家 治国 还要平天下 把这个愿力 要先放大 就是 从个人来说 你的心保持平静 什么妄想颠倒都不要 已经够了 从利益众生来说呢 你要利益 所有的 九法界的众生 愿要管大 所以这个佛法也告诉我们 从归一三宝的时候开始 就要发四宏寺愿 不发四宏寺愿 那我们对于这个 生命的这种强大的力量 是无法开发出来的 那么我们每个人 实际上都有成为 自己主人的能力 也有成为 一家之主的能力 也有成为 一果之主的能力 也有成为 九法界众生导师 成佛的能力 这是佛教 告诉我们 跟其他的任何宗教哲学文化 不同的地方 就佛告诉我们 我们这颗心 本来就具足了 实法界的 所有众生的 最完美的德性 就是佛性 每个人都有 只是我们没有把它开发出来 所以学佛呢 要把眼光 看得远 不能眼光只 局限在人生的几十年 因为就算几十年 你创造的再好 几十年观音 一眨眼就过去了 而且呢 从生命的真相上看 就是我们 生命是 一个生命的 长河 生命像一条河流 是有上游 有中游 有下游 我们几十年的人生 所看到的 只是你站在这个河流的 其中这一段 因为河流是 曲折拐弯的 上游 我们没有看到 下游 也看不到 那中间呢 只看到一段 所以我们人生 生不知从哪里来 死不知到哪里去 生不知何来 死不知何去 这中间这一段 而且这一段河流呢 也是被烦恼污染了 也看不到 河的内部 在这条河流上 无论你 扔下去什么东西 都随着河流 随着流水 往下游移动 任何东西放下去 都不会离开这个河流 那么 我们在上游 扔下去的 他可能 流到这里了 有可能浮出水面 也有可能 还在水底下 没有浮出水面 那么我们在 几十年的人生里面呢 经常会看到 这么个道理 就是 看了一些人 做了好事 很善良 他呢 往年也非常好 子孙后代呀 也非常有出息 做了坏事的人呢 他确实 果报现前 不得好死 那我们 就要有一句老话就说 这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是报应 这个善报 恶报啊 迟早有报 但是有时候呢 就在奇怪了 那个人这么善良 这么好 怎么死得那么快 福报也没想到 反而生病了 那有些人呢 他好像无恶不作 做尽了坏事 他怎么好日子还过得那么好 好像好行也不得好报 这个时候很多人又怀疑 到底有没有验过 其实是我们 把眼光看得太短了 你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 看全面一点呢 就会知道这个道理 就是因为我们 看到的只是河流前面这一段 而且呢 这条河是被污染的 你是被浮出水面 你才能看到 在水里面 你根本看不到 浮出水面来了 你在看得见的 河的这一个地方 扔下去 他在下面 你看见的地方浮出来了 我们说 上有善报 恶有恶报 你看到了 当你还看不到 他要拐弯到下一个河流 才能浮出来了 这一生还没有报到 或者说 他现在还没报到 他可能过几年 他就报到了 你还没看到 他还没死 这个时候 你又在怀疑了 所以呢 就对这个因果 就不胜了了 但是菩萨 他的生命 已经被净化了 菩萨的河流 是没有污染的 也就是 当我们内心的贪嗔 吃慢疑 根本烦恼 全部断尽了 我们内心 没有烦恼 没有污染 这个时候 你生命的本质 是透明的 是清澈的 然后你就会发现 当你生了恶的猎头 这个恶的力量 就在你身中 生命当中 内心中 种下去了种子 当那有了杀人 放火 杀害众生 伤害众生的行为的时候 那些力量 都储存在你的生命中 你的恐惧感 你的害怕 你与人相处的力量 全部变得不一样 所以菩萨怕因 仿佛怕果 仿佛是服从表面 才看得到 在内心中 看不到 所以有些人 他在干了很多坏事 你看他好像 权力还很大 名望还很高 钱财还很多 但是你不知道 他的内心 当今受怕 夜半敲门 以为是鬼来抓他 就种种恐惧 在他的内心中 已经形成 看不到 所以佛告诉我们 因果是 过去未来 现在 三四相续的 这是时间的一个概念 那么空间呢 从我的内心开始 心里面的一个念头 影响到我的身体 身体的一个念头 一个行为 影响到了你的家庭 然后你家庭的行为 又影响到社会 社会是有无数的家庭构成的 也有无数的人构成的 那整个社会的行为 又影响到九法界的世界 如果我们人类 做很多善事 很善良 彼此很能包容 这个 讲究环保 卫生 把这个生活的环境 马路啊 房子啊 周围的各种物体 都把它处理得很干净 很清净 不当人住在这里舒服 就是那些畜生 鱼啊鸟啊 他们也会很舒服 你看那个水被污染了 鱼都死掉了 当你这个 这个水被治理好了 环境好了 那些白鹿啊 那些鸟啊 它很高兴就飞过来 巨龙过来了 那些鱼也会很开心 在那里生活了 不当人好了 它畜生也生活得好起来 人讲究 仁义道德 不让伤 不让伤害众生 那那些畜生 它都活得开心快乐起来了 不当畜生 就是连鬼都高兴起来 因为人世间太自私自利了以后啊 人的心 比鬼还要可怕 那些鬼 他想找一个人 来给他一点布施 神的心贪婪这么重 他连鬼都不布施 连恶鬼都没人管他 所以有句话讲 有佛出世 龙天习 无声说法 鬼神仇 如果这个人世间 连说法的人都没有 大家人心都是充满了贪欲 充满了那种仇恨 充满了对立 那些鬼啊 在受苦的时候 他想人世间 给他一点干露水 给他一点什么滋润一下 他连希望都没有了 他也绝望了 连鬼都绝望了 那么如果有人有善良呢 有慈悲呢 那这鬼呢 他的生活环境也会好起来 而且呢 龙天鬼神 就天人太会高兴 所以为什么释迦福出世的时候 那个大皇天极力的恭敬 请福说法 他跟福说法 那么请福啊 所以为什么要请福说法 因为没有福出世在世间 无声说法的时候啊 他说这个天人会减少 天人减少 地狱 增多 大部分的人 都下地狱去了 天人为什么减少呢 因为天人的福报想完了 他福报没有了 又下来了 人世间又不积累福报 上去的人少了 下来的人多了 所以他觉得很恐怖 在天上很孤独 少掉了 那么如果 有人说法 人心向上 改善了 自己舒服了 家庭舒服了 社会呢 也舒服了 环境好起来 行上的人多了 上天人多了 地狱的众生 听到有人说法 有声说法 这个恶鬼道的众生 听到有人 聂经 持咒 回向给他们 他们开始高兴起来 也懂得行上 懂得礼貌 他也不会在人间作乱 也懂得修行 也改善了 所以整个社会 真正是一片星星向龙 是往上走的 所以我们个人的生命呢 是跟整个你的世界 联系在一起 并不是单独 孤独的一个人 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这期生命 从我们个人来说 好像也很微不足道 世界那么大 我们个体 好像大海当中的一滴水一样 并算不了什么 一个人 常常听人说 你死了地球照样状 就一个人算不了什么 好像力量很弱 但是 你一个人 你的世界 是由你的心 所决定的 就你 你怎么看这个世界 你为这个世界 做什么事情 是由你的心来决定的 所以当你的心改善了 行为改善了 你就会发现 跟你有缘的众生 你的世界 都全部是在改善的状态 环境全部就好了 所以如果把握了这个道理呢 那么我们人生的运用 就非常简单 就是 外面 你哪怕走遍天涯海角 只要 为众生 为天下众生 做事情 不需要选择做什么事情 不一定要戳家当和尚 但是戳家当和尚 当然也不错 就是你 就任何各行各业 都可以把它做得 最完美 最好 然后你把这个 家庭 团体 或者戳家人的生团 把这个团体 也要变成一个 充满正能量 正面的念头 正面的力量的 一个团体 那么它的归根结底呢 是你先要把握 你心头的方寸 心头方寸 就是你的起心动念 正心成意 把心正了 把意成了 如果发现自己 有不成心 有不正义的地方呢 有不正心 有不成意的地方 那么我们就通过 灭佛持咒 来改善自己 只有通过这样的改善 把心用好了 把身体用好了 把我们对待事物 对待环境用好了 那么 自己身心 就和谐 就协调了 身心协调 那么家庭就和谐 人际就和谐 社会就和谐 跟自然界就和谐 跟天地万物都和谐 那大家真正是 欣欣向荣 一片 真正日上的 充满生机的 生命转换 所以天下大事啊 上利用者都是生机 不善用者都是杀机 能把上家 把这个好的生命 把它运用起来 好的人生 不但是这期生命 把它发挥到 人间的最美好的状态 而且还要考虑到 未来的生命 整体的生命 它的意义 就是我们最深的努力啊 在我们整个生命 长河当中 前无始后无终的 这样一个生命当中 这一期生命 佛说 存在着极大的意义 因为无始节的轮回到今天 在天人 他的福报在享受 福报完了 可能下来 不懂得修行 三恶道又太苦了 没办法修行 只有人道苦乐参半 在中道 恰好可以用功修行 所以佛说 他所有的十番诸佛 要成佛 都选择在人间 而不选择在天上 为什么呢 因为人是最有 明白痛苦 追求快乐的 这样一个能力的 人有苦有快乐 所以追求快乐 舍弃痛苦 离苦得乐 是生命的一个核心意义 那么我们 既然要运用好这个身体 运用好这个心 运用好我们的行为 那就不需要选择什么行业 什么状态 只要把这个身心调节好了 那所向披靡 所向无敌 那么所向无敌 所向披靡的目的呢 是要离苦得乐 离苦得乐 这中间 还是有很多的行义 它包含了 整个 人生的 意义所在 那么意义的 内容 到底有多少 且听下回分解 愿以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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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言佛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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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报四重能 夏季三土谷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果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